多倫多白球溫中學的 一支機器人編程隊 這個月將代表加拿大 出國參加世界大賽 但學生們正面臨經費不足 等等多方面的挑戰 呼籲社區能夠大力支持 記者徐然的報導 來自釋迦堡區白球溫中學的 機器人編程隊Bel Bella 是一支全女子高中生團隊 在比賽的時候 有些隊伍看到我們的粉色機器人 他們會指指笑笑 因為為什麼我們的機器人是粉色的 然後為什麼就像 他們就不會 take us seriously 全部都是女孩嗎 所以我們這個環境 就是會很歡迎成他們 加入我們的隊 然後我們都是就是比較溫柔一點 然後如果你有困難 我們也能幫那些新加入來的 有很多人就是覺得 女生還不如男生 或者說女生他們的腦子 沒有像男生那麼靈活 然後我們呢 作為一個全是女性的一個團隊 我們想打敗這個Stereotype 比賽匯集來自全球 190多個國家的中學生 旨在通過機器人等科學技術 為全球面對的現實問題 尋找創新解決辦法 培養青年的領導力 這個遊戲是真正的問題 所以這個年來的 FGC的主題是 食物維持健康 和供應未來的 有190國人 我們一起參與 我們參與不同的分別 我們參與 5名Bel Bella成員 將出席在雅典舉辦了比賽 而機票 簽證 時速等經費 高達7萬2千元 團隊將於本月26號 代表公司的領導力 所以我們有很多 費用的領導力 和我們的護照 我們等待時間 我們需要經歷 更多的費用 所以找到贊助 是我們來自行的戰鬥 我們有約50% 所以我們沒有 基本上是社群的支持 任何人可以贈 任何人可以幫助 团队将于本月26号代表加拿大前往希腊 参加First Global Challenge机器人国际挑战赛 然而目前仅筹集到约一半的差旅经费 团队呼吁民众捐款支持 让喜欢机械工程的年轻女性登上更大的舞台 Omni记者徐安报道